死了一只鸭子啊 这个鸭子本来都关起来了 这一只应该是漏网之鱼 死掉了可惜了啊 哎呀这么重 可惜可惜 大家看看 这么大的鸭子啊 我感觉有个三四斤了 让我处理掉 先喂鸡 打扮了 红树叶喂猪 今天玉米就不用喂了 就喂这些红树叶就够了 慢慢吃啊你们 再过几个月就把你们宰了 现在已经回家了啊 然后吃早餐 早餐还没吃的 老妈说 蒸了包子 跟那个绿豆粥 不能这样 两个人的你个妹妹的 好 好哥干杯 嗯干杯 欣欣干杯 嗯好 吃包子 吃早餐了哈 不能吃我的 还有这不是你的 那里面还有 那爸爸吃这个好吧 可以吗 拿这个我呢 我给他问我拿这个 耍烂了 不要踩 爸爸剪掉 老大老二睡着了哈 这两个小屁孩就我老爸在这 刚刚接了一个电话哈 然后外婆生病了 现在要去八度的路上 外婆多大已经 85岁了 85岁了啊 咱们赶紧去 然后好多亲戚都回家了啊 都去看外婆了 我们也要去 我妈跟我哥他们都在广州 还有一些在外地的亲戚 现在也都在往家赶的路上 我们也回去看一看 希望没什么事 老人家他身体不好 常会有些感冒咳嗽之类的 前面这辆车就是我的梦想 看一下今生今世 有没有实力买一辆 开一开 没有实力 不要不相信老公吧 万一老公哪天发达 可以啊 晚上就可以提一点 四十来万 今天晚上就可以提一点 去做梦提 这个四个圈圈多漂亮 是不是兄弟们 超过完 高端大气上档次 低调奢华有泪寒 千方程 等十下 马上就到架了 这个树倒下来了 慢一点 不弄掉这根过不去的 差点塞胶了 小心一点 你不弄掉会挂到他车子 说好人好事 转弯之后就到我自己家了 然后去外婆家 这就是我自己家的 这一栋就是我家的 外婆家在前面 前面就是外婆家啊 他们都在外婆家 然后视频就拍到这啊 兄弟们 这些都是老房子 大家看看 这些老房子现在没人住了 干起来杂草 现在到大舅家了啊 凉 准备晚饭 葡萄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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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看 葡萄柚家 还养着香猪啊 跟我之前养的一样 应该是藏香猪 还生了六只小猪仔 这个就是大猪啊 这个大猪 应该就是五六十斤 杀了一头 七十斤左右啊 有这么多牙 这有牙给自己吃的